北京的四季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北京 因为我在那里住得太久了 仿佛树生了根一样 从童年到少女又到妇人 一半的人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每个季节呀 春天人们纷纷来到西山 争着往山上爬 看谁先爬上那个最高的山头 春天先看牡丹花 接着就是勺药花 北京的春天多么美丽呀 然而美丽的花不怕雨却怕风 有时一夜大风 就把花吹得不成样子了 几阵大风就送走了春天 北京的春天又是多么短暂呢 许多夏季的黄昏 喝一杯茉莉花茶 看一本心爱的书 听着馋的叫声 享受安静 最难忘的是夏季的暴雨 天空忽然黑下来 一阵大雨把天空和世界洗得干干净净 空气变得格外清新 我特别喜欢看雨后的红墙和绿瓦 喜欢雨后到北海公园滑小船 到北海要经过文金街 文金街是北京城里 我最喜爱的一条路 走过那里 就会想起历史 北京的春天很短 可是秋天却很长 从树叶变黄 到水面皆冰 都属于秋季 秋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水果上市 就拿水果的种类来说吧 那真是太多了 枣 葡萄 梨 都是秋季的水果 西来顺门前 假如摆出那两面大招牌 一面招牌上写着涮 一面招牌上写着烤 那就是告诉人们 秋天来了 从人来人往的西单向南 一路上都能闻到烤肉香 从那时起 一天不知要从外地 运来多少只羊 才能满足北京人的馋嘴呢 每年的秋天 都要有几次郊游 最先去寻找秋天的人 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他们带来西山红叶 已经红透的消息 于是 去西山的路上 都是去看红叶的人 带几片红叶回来 夹在书里 好像成了北京人的习惯 秋深了 冬天快到了 年轻人从床底下 拿出休息了一年的冰鞋 把它擦得亮亮的 等着北海接冰 现在应该正是北京的初冬 窗外也许正下着大雪 在温暖的屋子里 吃着像梨一样甜的 芯梨美 真可口 北京人管一种绿皮红芯的萝卜 叫芯梨美 离开北京的那年 正是秋夜红了的时候 但是冰鞋还来不及拿出来 我就离开了它 北京在北京的上空绕了一圈 协和医院的绿瓦 是我难忘的最后一眼 我的心在流泪 那是一种离开母亲的感觉 租房只要一个条件 一位刚从外地来的朋友 让我帮他在市区租套房子 一个同事向我推荐了一套住房 虽然是老房子 但是周边的配套设施很齐全 不到两百米 就有一家大型超市 生活很方便 附近就有一家大医院 谁没有生病的时候啊 离医院近点就不担心了 往东走五分钟 就是农贸市场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都是新鲜的 另一位大学同学 也向我推荐了一套房子 他说 那是一套新房 装修以后 就没怎么住过 听说租房的是位女性 我的同学还热情地说 那就更合适了 小区外边就有两家女子美容院 一家健身房 三家咖啡厅 离小区一百多米 就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同学还骄傲地说 住在那个小区的人 都是有钱 有地位的人 你那位朋友住进去 一定会感觉 生活档次提高了 我又去房屋中介公司 打听到几套房子 一套房子是学区房 小孩子上学方便 我知道 朋友的孩子已经上学了 对他来说 孩子上学是件大事 这房子可以考虑 另一套房子是湖景房 从家里推开窗户 可以远远地看见湖面 可别小看了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城市 能看见湖景的房子 可不多 从家里走到湖边 去散散步 该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这房子真不错 还有一套房子 虽然周边 没什么特殊的配套设施 但是从地点来看 离朋友上班的地方很近 步行十几分钟 就能够到公司 我的朋友又不会开车 这房子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我向朋友一一介绍 这几套房子的时候 他忽然问我 有没有哪个房子附近 有书店 或者图书馆 书店 图书馆 什么意思啊 朋友说 离农贸市场远点 多走几步路就行了 房子旧点 家具少点 也没有关系 况且 我很少逛商店超市 更没有时间 去美容健身 这些配套设施 对我没什么用 可是 附近一定要有一家 大一点的书店 或者图书馆 我吃惊地看着朋友 朋友看出我的困惑 就解释说 我经常要加班 不能照顾孩子 特别是寒暑假的时候 更是没办法 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或者放在别的地方 我都不放心 所以 我常常把孩子 送到书店 或者图书馆 去看书 在我过去工作的城市 我家附近 就是试图书馆 孩子每个星期 都去那儿看书 他已经适应了 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想 找一个附近 有图书馆 或书店的房子 想一想 我也遇到过 孩子没人照顾的困境 不同的是 我家附近有个超市 我经常把孩子 放在超市的 儿童活动区里玩 等我忙完事情 再去超市找他 在我为朋友找的 那几套房子里 还真有一套房子 附近 就是省图书馆 可是 介绍房子的人 根本没有提到图书馆 也许在他看来 图书馆 根本就不是什么 重要的配套设施吧 而我的朋友 却告诉我 那是比超市 和美容院 更重要的 配套设施 我和父亲的战争 我五岁 他二十九岁 有一天 我哭着跑回家 边擦眼泪 边对他说 我要改名字 我的名字不好听 而且班上 有个小朋友的名字 跟我的一样 我讨厌 名字是你爷爷取的 怎么能说改就改 不行 他的态度很坚决 于是我开始哭闹 可是他根本就不理我 我下定决心 他不答应 我就不吃饭 直到他答应为止 果然 第三天 他只好宣布 同意给我改名 我胜利了 心里高兴得要命 我十六岁 他四十岁 一天吃晚饭时 我对他说 我不想上高中 我要上职业中学 突然 砰的一声巨响 我吓得不敢抬头 我知道 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果然 一分钟的沉默过后 战斗开始了 谁让你去上职业中学的 你眼里还有父母吗 如果你敢再提这件事情 我就打你 还有你 他用手指着我那上小学六年级的弟弟 接着说 别学你姐 好不容易考个好高中 居然不想去上 有我什么事 弟弟不满地小声说 这场战争 我失败了 我十九岁 他四十三岁 黑色的六月终于过去了 走出考场 我长出了一口气 接下来是选择大学 因为这件事 我和他又吵了好几天 我想去外地上大学 好摆脱他的控制 他却希望我在本地上学 理由是 女孩子离家近点好 这事儿可不能听他的 我是成年人了 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在那几天 我们见面就吵 后来妈妈受不了了 你们再这样 就到大街上去吵 我们只得马上闭嘴 到了田志愿那天 他跟着我去了学校 一到学校 我就发现 他和我的老师 在一个角落里谈话 后来老师找我谈话 说我报本地的大学 是最保险的 这一次 我又失败了 二十三岁那年 我失恋了 那段日子 我不吃不喝 不和任何人交流 人瘦了一圈 家里再也听不到 我和爸爸的争吵声 那年爸爸四十七岁 有一天深夜 我感觉 有人进了我的房间 是父亲 他坐在床边对我说 孩子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看见你这样 不吃不喝 我更难过 从小到大 我都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 坚强自立的女孩子 人的一生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 你知道我和你妈妈 多心疼你 担心你吗 忘记以前的一切 重新开始 好吗 一定会有更好的 更适合你的人 在等着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 用这么温柔的语气 跟我说话 那声音明显老了很多 说完 他就出去了 我感觉到 他在擦眼泪 那一夜 我哭得好伤心 第二天早晨 我开始吃饭了 仍旧像从前一样 故意说妈妈做的菜 不可口 但这回 父亲没有批评我 我悄悄地 看了他一眼 他的脸上 竟然挂着笑容 从小时候到现在 我和他之间的战争 从来没有停止过 现在 虽然我在外地工作 但我和父亲的战争 却依然持续着 只不过是改变了 战争的方式而已 现在 我们不是面对面 而是通过一根电话线 进行着战争 我依然喜欢和他吵 然后道歉 喜欢在某个深夜 发条短信给他 上面只有五个字 老爸 我爱你 最认真的快递员 他第一次来我们公司 是来送名片的 二十岁出头 戴着厚厚的眼镜 一看就知道 刚做这行 说话时 脸红红的 他只说了自己 是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然后 恭恭敬敬地 用双手 递上名片就走了 我们注意到 别的快递员 都穿T恤和运动鞋 他却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皮鞋也擦得亮亮的 这身打扮 给人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他走了以后 我的一个同事 笑着说 这个傻小子 穿皮鞋送快件 也不怕累 因为他的后眼镜 他的西装和皮鞋 大家都记住了他 记东西时 就打电话找他 电话打过去 不一会儿 他就过来了 还是穿着皮鞋 说话 还是有些紧张 填完单子 他要认真的 看过好几遍 才一边说谢谢 一边礼貌地 用双手 要接钱 找钱 好像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他每次都很快过来 仔细地把东西收好 带走 因为他每次都要认真确认 签收人的身份和物品 所以他接送一个快件 花的时间比别人要长 因此我们推算 他挣的钱一定比别的快递员少 这个行业 真不是他这样的笨小子能做好的 很快到了五一 放假前一天快中午的时候 他提着一袋橘子来了 进了门 还没说话 脸就红了 他把橘子放到桌子上 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第一份业务 是在这里拿到的 我给大家送点水果 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工作 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恐怕是他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 好像事先练习过 很流利 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 他只是一个快递员 挣钱不多 我们怎么能要他的礼物呢 可是他非把橘子 留下来不可 后来大家慢慢熟悉起来 也许是因为他的橘子 他的礼貌 他的认真 整个办公室 后来是整个公司 没有一个人不找他送快件 还有人把他推荐给了亲戚朋友 他在热天里 也要穿着衬衣 大多是白色的 始终穿着皮鞋 有一个同事跟他开玩笑说 你老穿得这么规矩 一点也不像送快递的 倒像卖保险的 他认真的说 卖保险的 都穿得那么认真 送快递的 怎么就不能 我们领导说 去见客户 一定要衣衫整洁 这是对客户的尊重 也是对我们职业的尊重 我们都笑了 真有这么听话的快递员 这么简单的工作 他做得比别人辛苦多了 像他这么笨的人 恐怕不容易成功 果然 别的快递员都很快改行了 他一干就是两年 两年里 他只换了一副眼镜 别的都没有变化 工作还是那么认真 还是穿着西装和皮鞋 又是一个五一节 打电话让他来取东西 接电话的是他 来的却是另外一个 更年轻的男孩 男孩一进门就说 我是快递公司的 经理让我来拿东西 什么 那个穿西装的小伙子 当经理了 对啊 他是我们公司 干的时间最长的快递员 是唯一坚持穿西装的快递员 是唯一没有接到客户 投诉的快递员 是最认真的快递员 最好的教育 王强和弟弟都接到了 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强用借来的钱 送弟弟上了大学 就跟一个亲戚 一起去一个沿海城市打工了 那个城市很美 王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 亲戚说 不错吧 王强说 不错 亲戚说 不错是不错 可毕竟不是自个儿的家 人家瞧不起咱们 王强说 只要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了 王强和那个亲戚 在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棚布 王强很能干 做的活认真 看到丢弃的碎布 也捡起来再利用 有一天 夜里下大雨 王强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冲进大雨里 亲戚怎么劝也劝不住他 气得骂他是笨蛋 在外面露天放着很多公司的货物 王强把被风掀起的棚布盖好 等老板开车赶过来时 他已经被淋透了 老板看到公司的东西都好好的 特别高兴 当场要给他加薪 他却说 不用 老板见他这么老实 又有责任心 就想让他当经理 王强却说 我不行 让文化高的人干吧 老板说 我看你行 后来 王强真的当了经理 他的手下 有几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业务员 这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知道王强没上过大学后 心里有点不服他 王强知道了 并不生气 大家在一起工作 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好 王强的工作做得很好 大家也就渐渐服他了 老板更是对他满意的不得了 一个外商听说 这个公司发展得不错 想和他们合作 王强用流利的外语和外商谈了合作的事 大家谈得很愉快 谈完以后 王强礼貌地请外商 一起吃晚餐 晚餐 晚餐很简单 但很有特色 所有的菜都吃光了 只剩下两个小包子 王强对服务员说 请把这两个包子打包 一听王强这么说 他的助手就紧张起来了 不住地看那外商 生怕外商觉得中国人小气 想不到 那个外商竟站起来 握着王强的手说 OK 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合同签完之后 外商又回请了王强 因为签约成功 用餐的气氛很愉快 他们边吃边聊 聊着聊着 话题转到王强的学历上 那个外商问王强 您这么年轻 受过什么教育 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 王强说 其实我家很穷 父母都不识字 我也只是高中毕业而已 不过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和弟弟 珍惜一粒米 一滴水 做事无论大小 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外商很感动 端起一杯酒说 您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 为您的父母干一杯 对 好 好 吉他